好,今天给大家讲一个我在阿里巴巴的时候做的一个联盟反作弊的一个项目 大家可以看到,当我这个手机解锁以后 那么Shareit呢,就正在尝试开启Aliprace 然后呢,它就会自动启动我们的Aliprace 启动以后,我们看一下 它打开了这个商品 那么最终呢,也就给我们的商品送上了一个联盟的点击Cookie 那么后续这个手机所有的下单都会被Shareit给算上联盟的一个佣金 所以我们在后来是怎么处理的呢 我们就抓取了所有的被Shareit换起的这个商品的用户 然后把他们的佣金呢,都给它扣除了 所以当时是扣了大概16000刀的一个佣金 然后没有结算 这就是联盟这边作弊和反作弊的一个真实的案例 所以供大家学习和参考 如果觉得有用呢,记得点赞,分享 好,今天就到这